16岁癌症,创业多次惨败,家徒四壁被女友甩,48岁的她活出亮眼人生。 吴秀波是个正港北京人,从小出生在宽宇的家庭,父亲是名外交官,母亲则是在药局上班,因此吴秀波从小就个性散漫,唯一让她感到有热忱的就是表演,所以她在16岁那年报考了铁路人工团。 没想到考上文工团没多久她就被确诊为直肠癌,才16岁就得绝症,吴秀波与家人都不敢相信,好在发现得早,切除40公分的直肠之后她终于痊愈。 当时的她非常时尚,在音乐方面十分有彩礼,还在酒吧住唱了十年,每个月都能赚上3万块台币,1988年时的3万块可说是非常可观。 本想在音乐圈大展长彩,第一张专辑却反映平淡,于是她转头进行创业。 没想到30至34岁之间,她的餐厅遭人砸场,酒吧遭人辱骂,美容院也遭到闹场,所有生意最终都已失败收场,惨陪到连吃饭都没钱,因此交往九年的女友也抛下了她。 自暴自弃的她天天混吃等死,每天内心充满黑暗,体重还一度飙到88公斤,连她都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活过来的。 后来她决心打起精神重新做人,一切都从减肥,改变外表开始,接着回到自己最熟悉的事业,戏剧,她亲自演出许多高难度剧本,最后靠着黎明之前拿奖拿到手软,翻身成为知性大叔。 现在她活出了自己满意的人生,面对媒体不停炒新闻那绯闻,她公开表示,我爱我的家庭,我也爱我的妻子和儿子,我不想过多地谈我的家庭,因为我只是一个演戏的,不是来做自转,把每一个角色演好,就是我的天职。 如果你们非要问我的家庭,那么我也只有简单的几个字。我爱儿子,也爱妻子。 我工作的时候想着家庭,回到家中也会想着工作。这就是我处理工作和家庭关系的办法。